一军朝哈马斯猛力开火 一军部队大举进攻北加萨贾巴利亚 那名营在当地又发现哈马斯的地道 一军在贾巴利亚发现四个地道竖井 并且从好几间卧室包括小孩的房间里 巡获大量迫击炮火箭弹等武器 至于西法医院的院长以色列军方证实 人被他们带走拘留询问 称称因为在医院里有广泛的哈马斯行动 加萨卫生部则指控以军事报 不过现在各界最关注的休战换人指示仪终于要实施了 在卡达的斡旋下将在台湾时间周五下午1点开始停货 并在晚上10点释放第一批人职 以军再三强调 这个协议只是同时兼顾救人职和打哈马斯两个目标 而在协议生效之前双方依旧持续互轰 被加萨不断遭遇空袭 造成超过百人丧生 其中包含一家52口全数罹难 TVBS新闻综合报道